大巨蛋的问题一拖再拖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要靠政策打动选民的心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 针对大巨蛋这颗烫手山芋 再推出政策影片 结合3D模拟画面 拼市民有感 柯市长当然是一拖再拖 我们完全看不到他一个解决的方法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不好意思 只有姚文志提出真正解决的方法 再往柯文哲痛处 狠狠踩下去 姚文志重申当选后 除了要跟远雄解约 也要兴建横跨中校东路的谍役 发展东区大公园 为了让选民能更快记住政见 继一步之遥系列影片后 再打出五秒看政策 我是姚文志 我主张第二胎国家养 每月补贴一万元 简单两句口号 姚文志持续以政策作为选战主轴 对于柯文哲竞选总干事小野 力挺陈其迈 丁守中呛颗绿合谋 放弃台北市 他重炮回击 丁守中大概没有仔细看那个内容吧 小野当然是支持陈其迈 但是我看那个所有讲的内容 就是在讲过去南北差距底下 高雄的文化跟传播 小野称赞陈其迈跟姚文志 我没有办法想象 这跟气宝有什么关系 博斥打假球说法 姚文志也靠着情跑基层跟力推政策宣示拼战到底决心 而话锋一转针对高雄选情成为全国讨论焦点 姚文志也再酸韩国瑜 我希望全党 大家都来努力 这个来打赢高雄这一场仗 不应该让这个嘲笑台湾民主的跳梁小丑 有机会赢得高雄市场 对高雄有情感的姚文志 纵然自己拼战拼的辛苦 人不忘新系高雄 北高年底这一议 对民进党来说都是硬仗 环宇新闻江显东张正豪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transit